騎士行進道路 右側卻突然衝出一隻狗 害得騎士閃避不及 慘摔在地 翻滾幾圈後 男子自行爬起將單車扶正 而肇事的狗狗看起來秉無受傷 還在原地徘徊一陣子之後 往返方向跑掉 事發就在彰化市縣東路一段 上個月三十號凌晨五點多 街道上空無藝人 找不到其他目擊民眾 但摔倒的男子 當下手腳擦錯傷送衣 認為是附近工廠內 飼養的狗狗肇事 氣氛對狗主人提高傷害 但狗主人到案做筆錄時 卻大喊冤枉 因為他飼養的愛犬 毛色是咖啡色 而肇事的犬隻則是米白色塗狗 和當事人的說法大有出入 加上半夜狗都被拴在工廠內 不曾放出 不願讓自己的愛犬出來單罪 我們是請狗主的部分 到派出所來做釐清 讓被害人跟那個狗主人 再做一個釐清的確認 說是不是這條狗 而警方則表示 兩方說法不一 肇事的歸屬 還需要進一步釐清